第三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以及台湾特色庙会陆续登场 第三届海峡论坛即将在今天晚间开幕 而和往年一样 台湾妈祖信众都会在论坛的前一天 回到福建梅州妈祖祖庙夜祖进香 并参加妈祖文化活动周活动 信众们说他们很高兴能回到祖庙朝圣 沾沾祖庙的灵气 台湾信众护送从祖庙分离妈祖回娘家夜祖进香 在妈祖祖庙圣旨门广场前举行了盛大的祈福大典 信众们向妈祖神像三居公许下虔诚的心愿 把平阳富饶的期盼带回海峡彼岸 民间宗教交流是海峡论坛的一大特色 藉由海峡论坛的机会再次来到妈祖库里 亲身体会到妈祖文化的博大 并感受到妈祖顾下民众的热情 台湾信众们都非常的感动 大家都非常诚心诚意的要回来拜妈祖 为了这个海峡两岸的论坛过来 随便也是来这里的业祖 带我们婚宁的公庙来认祖说 今年的妈祖文化活动周以中华妈祖情两一家亲为主题 以台湾云林北港朝天空为主 覆盖了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台湾东南部148家左右的妈祖信众900多人 这也将是本届海峡论坛活动中 台湖人数最多的团组 11号他们将离开梅州岛 前往厦门参加海峡论坛开幕式 昨天中午作为第三届海峡论坛 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周活动之一的 两岸亲僧斋共僧法会在福州举行 尽千位在此间参加闽台佛教文化交流周活动的僧人集体过堂 法会由福州永泉四方丈普法法师主持 气愤庄严 仪式景言 场面隆重盛大 展示了传统佛教内观自省 感恩惜福 知足常乐 慈悲平等 绿色环保的理念 而第三届海峡论坛的另一场重头活动 台湾特色庙会 昨天也在厦门中山路热闹开幕 整条中山路完全被满满的台湾名品和美食占领 我们一起来看本栏目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前两届的海峡论坛是以论坛会议和文化节庆为主 那么第三届海峡论坛增加了台湾特色庙会 通过庙会这样一个老百姓特别喜闻乐见的形式 也展现了我们第三届海峡论坛 它鲜明的民间性 在厦门中山路举办的台湾特色庙会 吸引了来自台湾十个县市近两百种的夜市小吃 以及台湾十三个县市上千种特产名品 本次庙会活动有几大板块 供市民和游客参与 其中台湾夜市一条街 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 是那个是外地过来吗 对对对来旅游的 外地来旅游 原来有吃过台湾的小吃吗 没吃 原来也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 那现在吃一下感觉口味怎么样 很好吃 来自台湾十多个夜市的八十多家小吃业者 在台湾夜市一条街上各显身手 在10号至16号海峡论坛期间 每天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 台湾特色庙会 除了带给您美食的享受 还将给您带来来自台湾及厦门漳州等地表演队的民俗表演 第三届海峡论坛的子活动 两岸影视制作业峰会 今天上午在厦门举办 两岸影视导演 制片人 中央三台 及大陆东中部部分电视台负责人 海区城市电视台负责人 等约250位嘉宾出席了峰会 嘉宾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ECFA实施后的两岸影视业合作发展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 本次峰会还签约了电视连续剧 《恋下》 《驾到台北》 《温柔的慈悲》 和动画电影《小星星的愿望》 等四个两岸影视合作洽谈投资项目 两岸影视文化合作前景可期 那么台湾的文创业都有哪些特点呢 下面马上就请跟随我们东南卫视的驻台记者 带您去台湾文创界 鼎鼎有名的学学文创志业 来一看究竟吧 这里就是台湾学学文创志业的总部 一共十层的大楼 其实每一层都是经过精心规划的 为的就是配合一个复合式文创育成基地的各项功能 这个名像白色空间的展厅 正在展出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地百张经典座椅 而这个陈列着学学驻厂设计师 和众多台湾艺术家作品的绿色聚落 不仅具有展示功能 也是设计产品交易的平台 无论是色彩研究 举办各种文创活动 教授文创课程 甚至是享受一餐特制的美食 在学学都办得到 这个宣导跨界交流的文创平台 它的建立还要归功于创始人徐丽玲 在百货业座的风生水起的他 2005年毅然邀集上百位台湾文化艺术商业金融圈的朋友 共同筹划创立学学这个平台 在这边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产业界的领袖 或者是从来刚学最新的新知回到台湾 甚至刚得国际新秀大奖的这些年轻人 所以他们在这边就很快的 可以就是找到他们想要学的 而且可以马上在这里就可以跨界合作 董事名单里步伐台湾各大高校的院长教授 也有延长寿 赖生川 吉米等等 在大陆相当知名的台湾文创界人士 丰沛的人脉资源为跨界合作带来更多可能 也同时为学学注入强大的师资力量 既然文创教育是学学的特色 不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上一堂 有关于自己设计的课程 我们只用试解读资讯 安排层次 其实就是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 然后听说这个老师就是在这边已经开了很多次了 虽然有机会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2007年 学学货班香港设计中心亚洲十大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 而获奖原因就是其推动的美学教育 将对亚洲生活时尚产生巨大冲击 鲜花掌声对于徐丽玲和学学是一种肯定 但文创艺术也常常被世人认为是奢侈的享受 于是徐丽玲夫妇共同创立了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 致力于将美学的种子撒泼到台湾各个角落 特别是弱势家庭 对于这些孩子 你给他上音乐的课 你给他上绘画课 你给他上电影的课 你给他上建筑的课 他这个视野就不同了 近十几年来 台湾相关部门陆续出台文创辅助政策 如学学一般的文创基地纷纷成立 在台北就有西门红楼 华商串义园区等等 而整个台北市因其浓厚的文艺气息 置身其中就网如进入一座巨大的文创园区 世界的最大的市场 未来的市场就是中国 所以台湾也有同文同种的优势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要保存中华传统文化 然后我们也差不多早四十年跟国际接轨 所以使得台湾的第三代经营者 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个庞大市场的品牌的主导者 那么在大陆 现在其实有很多省份也在寻求经济的转型 那么文化创意也是他们重点考量的内容 听听台湾这些业者的故事 也许都能有所收获 我是贾之景 现在台湾 有人说两岸联手一定能将中华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事实上海外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在流行学习汉语了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歌手进军华语市场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法国的歌手 都纷纷推出了中文专辑 到台湾市场投石问路 问题是他们唱的中文标准吗 赶紧来听一听 去年偶像团体Wonder Girls来台发片 开口唱中文 没配上歌词 听得出来他们在唱什么吗 原来唱的词是这几句话 中文发音不标准的 不只有他们 一样不上字幕根本听不出来唱什么 但接下来有个法国女孩乔伊斯来台发片 可就有备而来 闭上眼睛听她唱的中文 跟其他外国艺人比起来很不一样 虽然有点腔调 但乔伊斯的中文唱的还算标准 中文讲的颇6在法国推出新专辑海外市场首选台湾 江方宇哥配上中文词没说还真的一时很难发现她是个外国人 用着中国人听不太懂的中文唱中文歌 这些海外艺人啊真是勇气可嘉 而下面要说的这位啊 同样胆识不凡 她就是24岁的台湾正妹郭玉涵 她要挑战的是一个人24小时骑摩托车环岛 24岁郭玉涵是通讯航宣传正妹 但死底下的她热爱旅行 摇身一变成了热血的机车环岛女 戴上安全帽 证明女生也可以一天完成环岛梦 郭玉涵临时起义 骑着自己的机车 5月31号早上7点从淡水出发 跨过半个台湾 下午3点半到达最西边的台南七谷 接着一路狂飙杀到最南端鹅丸比 途中甚至遇到下雨也没放弃 半夜骑着机车继续冲过东台湾 清晨5点到苏花 看到日出甚至一度感动落泪 6点到达最北边的三雕角 早上8点里6分达正回到台北 成功环岛 就靠着骑机车跑了1166公里 只花了整整一天又13分钟 一开始是只是想环岛 然后还觉得说21小时环岛是一个梦想 尤其对女生来说 时间来不及快不到21小时的时候 就这样慢慢骑就算了 后来觉得说不挑战到最后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 事务就继续好 中途几度迷路还在便利商店研究路线 只靠简单食物填肚子 疯狂骑机车几乎没休息过 把环岛型记录统统po上网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女生独自骑车挑战一天 环岛圆梦的勇气也意外在网路爆红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外传国情合作濒临破局 连战夜宴宋楚瑜 呼吁马宋慧加强国情团结 台当局修法严宠塑化几部罚厂商 最高将被重罚600万元新台币 徒刑7年徒刑 DNA冰测21年后派上用场 台北女同遭性侵杀害案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布局2012选情 马英九竞选总部即将在明天成立 可是有消息传出 南营内部在资源整合上 似乎出现了一点问题 尤其是国民党与亲民党的合作 濒临破局 为此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日前宴请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据与会者转述说 席间连战认为 国情高层要常往来 高层是指超越秘书长层级 不要因少数人作为 做出情痛愁快的事情 连战并请国民党秘书长廖辽矣 尽速安排马英九与宋楚瑜会面 对于连战会见宋楚瑜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表示 国情应互相团结 团结最重要 此时没有不团结的本钱 希望国情秉持过去一项的合作 大家一起努力 对于蓝营内部希望马宋慧的呼声 国民党中央低调以对 表示会持正面态度持续沟通 而熟悉国情应作人士则表示 一切得是马宋两人互信的程度 好的 再来关注台湾 苏华季风暴的后续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全民共识 以及马英九 吴敦义的关注下 蓝绿一致希望修法 遏制不销厂商 昨天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 修正食品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 业者违法添加食品添加物 从现行最高处30万元新台币以下罚还 增加为处600万元新台币以下罚还 致危害人体健康的 也将加重刑期至7年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统一企业公司也被曝出 向新北市滨汉香料公司购买问奇起云记 长达20年 台北板桥地检署9号 传唤了统一公司的干部 该名干部证实 统一向滨汉公司购买起云记 已经有20年 由于滨汉都出具食品添加物许可证 他们没有想到 滨汉竟然会把塑化剂加入奇云记当中 目前 统一保健运动饮料 已经被检测出 含有DIPN零本二甲酸二亿人脂而回收 台湾的这场塑化剂风暴 已经从饮料业延烧到了烘焙业 这也使得面包吸点液的业绩掉了三到六成 为了迎回市场 台中市高品业者昨天就联合起来 以合格的原料制作出了一千个面包 免费请大家吃 台中市长胡志强和高品工会人员大口大口吃面包 就是为了摆脱塑化剂风暴 自己人吃不够 还要恰功民众也来吃 高品工会准备一千个面包 保证都是用合格原料制作出来的 结果胡志强还在台上致辞 台下民众却拿塑胶袋拼命把免费面包装进去 一千个面包每几分钟就被抢光光 回去家里的人吃啊 塑化剂风波一再扩大 有毒起云剂被拿来参入果酱类面包 整个烘焙业惨兮兮 六月一号到大概现在大概 平均每天到大概两到三成 短短十天业绩掉了三成 还有店家更严重 业绩掉了六成 也难怪台中市高品业者联合办活动 用最直接的方式免费请民众吃 看能不能让高品业者重拾信心 这个情形啊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信心就是黄金 而这场撼动了台湾食品行业的 塑化剂风暴 之所以会被揭发 全都是靠台卫生部门 一名姓杨的食品检验员 他在检测医生菌摻西药的情况时 意外发现不寻常的数据 并弃而不舍的揪出了黑心厂商 为了表彰他的习为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特别颁发了一等公计奖章给他 坚持戴上口罩 只以背影曝光 站在一期前的阳性记政 坚持不曝光 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为戏颁发公务员最高荣誉 一等公计奖章 还自掏腰包 罚给20万元新台币奖金 在出席台卫生部门记者会时 杨记政还用手挡住 不希望公开 最大让步就是亲笔写了短短三行的感谢函 大家好 很荣幸能获得公计奖章及奖金之殊荣 非常感谢大家对检验工作者的认同与支持 让大家有个干净的食品环境 而最后签名也只有杨记政没有本名 看电视都有媒体名嘴在讲 如果厂商弄钱把他干掉 所以说你们有时候媒体真的要帮帮我们 我们是要保护他 同仁们也是保护到家 就怕杨记政揪出不法厂商 背后的庞大利益 让他自身安全受到威胁 但这一次还真的是靠杨记政的认真执着 三月份他在检验益生菌摻西药情况时 意外发现不寻常数据 起而不舍检验 才在4月7号确定益生菌被架了塑化剂 进而追出塑化剂启云剂来自玉生香料公司 再来关注岛内的一起悬案的新进展 1990年在台北市南港一所小学 发生了一起六年级女生遭性侵杀害的命案 案子悬荡了21年无法侦破 现在却继由另外一件性侵案 见识人员重新比对DNA 终于锁定对象顺利破案 前进一团的母亲知道21年的血案可能侦破 被通知到地检部门问讯 只是又要回想痛苦的记忆 如今项目前已找到命案凶手 而且是兄弟党 弟弟蔡荣树先因为性侵案落网 借由DNA比对之后 发现他是21年前的命案凶手 而他更进一步供出哥哥蔡荣源 弟弟蔡荣树回忆说 当年他们两人喝酒吃完饭 创进台北市南港的一所学校 盯上陈姓女童先后性侵 陈姓女童成了无辜冤魂 死状凄惨的倒在活动中心的五楼 女童在家中排行老二 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发生命案后全家陷入仇云惨物中 父亲则是在命案发生后的第三年一语而终 当时的班导师也很自责 现在听到破案的消息 终于能把心中的大石头放下来 那位导师 他说真的 他说面对21年前这件事情 他自己心里很难过 可是他当他今天看到说 好像有破案有一线的曙光 他自己也觉得说 如果真的能够破案 他觉得能够把心里的这样石头放下来 21年的悬案告破 检方复讯后将两嫌疑犯收押警戒 这次台湾警方利用科技手法 侦破悬案 最功不可没的就是在1989年创立的台警大基因数据库 因为在1990年案发当时 见识人员由于没有先进的科技手法进行辨认 于是就把所有采集到的体液简体送到警大冰存 并建立了一个基因数据库 也幸好这些采样保存得益 才使得这起案件的机证没有被破坏 所以这次才能用来比对DNA 并最终找出嫌犯 好的 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对船鼻子整形后变体 林志玲让记者触摸检验 强调没动手脚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画面十分的温馨 这张照片是由江苏徐州的摄影爱好者金云中 在扫街时无意拍下的 发布到网上后被网友疯狂的转载 而照片中的人物是徐州环卫工人张景和他的孙女 这张名为幸福的照片 让无数人深深的感动 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人世间最淳朴 最无私的爱与幸福 好的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 艺人谢霆锋和张博之的婚变传闻 又有最新发展 有香港媒体报道 风之律师已经见面交涉 两人分居已成定局 最近张博之还带着两个儿子躲到饭店避风头 完全断绝对外联络 不让谢家人探视小孩 在马来西亚拍戏的谢霆锋 心情也似乎受到婚变传闻的影响 在路边拍场戏时 因为状态不好NG了多次 传出婚变的谢霆锋 在马来西亚拍戏画面曝光 可能是连日来的压力 他看起来精神非常疲惫 香港媒体报道这场和周杰伦对戏的镜头 谢霆锋心事重重不断NG 连不少在一旁看戏的路人 都看不下去发出虚声 风之婚变传闻宛如连续剧 情节不断更改 现在香港媒体又传出 两人已经签字离婚 原本谢霆锋经纪人否认到底 现在态度似乎出现转变 张博之最近还带着两个小孩 住到饭店避风头 拒绝让谢家人探视 让爱孙心切的谢霆锋父母 难以谅解 谢霆锋父亲谢贤 亲口证实已经好一阵子 没见到孙子 有香港媒体报道 风之律师已经见面交涉 两人分居 成定局 张博之也愿意让出 小儿子的抚养权给婆婆迪波拉 不过婚变传言 至今已经三个多礼拜 男女主角依旧没有见面 也没有出面说明风之恋越来越扑速迷离 名模林志玲近来刚拍完电影 抽空为好友发廊开幕站台 却被记者发现啊 鼻子似乎变得更加的细挺漂亮了 大家猜测她是否整过形 林志玲当场大方的让记者 试着摸她的鼻子 这一个举动也着实让大家吓一大跳 林志玲小姐 欢迎志玲 一身黑色弟兄小洋装 林志玲出席活动 看来有点不一样 仔细瞧眼睛上带了咖啡色的角膜变色片 皮肤有点黑 鼻子似乎也变得立体了 拍戏可能跟你们一样 都会日积也这样 就会比较容易 辛劳一点 一点点而已还好耶 我都是瘦瘦胖胖 说是因为拍戏变瘦了三公斤 否认整形 但其实这一类的传闻已经不是第一次 林志玲刚出道时 清纯的模样跟现在自信又时尚的外形 真的有点差别 但林志玲总是一笑置之 谢谢 为了证实自己真的没有准形 林志玲还开玩笑的说 可以让记者捏她的鼻子 她看得出来心情很好 第一名摸的一举一动 还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好的 今天的节目大致就结束了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整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卢晓 明天同时间 我们再见吧